四川男子捡到流浪黑狗,好心救助,却越养越不对劲,真实身份让人当场吓傻。 这条狗到底是什么来头?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家住四川新闻县的李国前,那天下班回家正赶上下雨,突然在路边的草丛里看到一个黑曲曲的身影, 出于好奇,停下车仔细一看,竟然是一条浑身有黑的流浪狗。 大雨天无处可去躲在草丛里洞的瑟瑟发抖,一向心善的李国前实在于心不忍, 抬起手一招呼,听到声音的大黑狗竟然毫不犹豫扑过来,跳上了车。 这狗居然这么聪明,李国前看着眼前浑身湿漉漉的大狗十分惊讶, 更奇怪的是,别的狗一上车,不是乱喊乱叫,就是到处乱窜, 这只大家伙却全程不喊不叫,趴在座位上异常的乖巧。 开了没一会儿,李国前心里却犯了难,家里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儿, 毕竟是来路不明的流浪狗,一旦突然发狂后果不堪设想。 到家后,李国前赶紧把狗关在院子里,去厨房找些剩菜剩饭投喂, 结果刚一转头,就被吓了一大跳,女儿竟然蹲在大狗面前, 不但没被吓到,还亲密地抚摸着突然出现的玩伴。 帮他清理身上的杂草或泥土,李国前心里一惊, 连忙上去把女儿拉开,生怕流浪狗被激怒突然暴走。 结果看似长相凶猛,脾气暴躁的大黑狗,性格异常温顺, 自从到家后就乖乖趴在地上,任由小姑娘折腾。 李国前看了半天终于放下心来,大黑狗从此成了家里的新成员。 谁曾想养了没几天就出了事? 四川男子捡到流浪黑狗,身形彪悍行为怪异, 来历不明的大狗惊大有来头。 一进院门就看着妻子拿着铁桥把狗往外赶, 一向淡定的李国前也慌了神连忙把人拦下。 听完前因后果的女主人也十分纠结, 这只体型庞大又肥又壮的大狗,光是看着都十分甚人。 但面对自己女儿的玩闹却异常温柔, 俩人一商量决定再观察几天,买回狗粮后, 李国前赶紧到在石盆里递了过去, 可一看就饿了好几天的大狗,光是闻了闻就转头躲开, 难道是不爱吃。 李国前的妻子看着大狗自牙咧嘴的样子, 突然察觉到了一场, 他这胆子靠过去一看才发现, 大狗嘴角的伤口足足有一寸长, 已经发言溃烂十分甚人, 别说吃饭就是长嘴都费劲。 脾气温顺的大狗却始终强忍着疼痛, 一声不吭。 护士出生的女主人当即决定上手缝合, 神奇的是,大狗似乎看出了女主人的用意, 居然主动凑到要乡旁乖乖躺下, 露出了伤口。 见大狗这么配合他也不再害怕, 涂上麻药后就开始行动, 整个过程相当顺利, 大狗任凭针线在伤口上穿梭, 尽管疼痛难忍却一声不吭, 坚韧的个性让李国前一家都十分惊喜。 女儿对这个高大威猛的玩伴更是爱不释手, 在李国前一家的悉心照顾下, 大狗的伤口很快恢复, 胃口也越来越好, 一家四口每天欢声笑语, 其乐融融。 只可惜这样和谐的生活没过多久, 就被一位老乡的出现彻底胆祸。 意外捡到的流浪狗, 竟然是战功赫赫的英雄犬。 同乡的一句话让李国前彻底傻了眼, 深藏心底的谜团终于揭开。 自从受伤的大黑狗被收养后, 就成了全家的好帮手, 不但能自己上厕所, 吃饭睡觉更是另行禁止相当听话。 每天陪着小主人撒欢玩耍, 家里多了很多欢声笑语, 一到深夜就主动化身看门拳, 每次到了洗澡时间更是十分享受。 李国前以前也养过狗, 但和这只流浪在外的大黑比起来, 简直天差地别。 皮毛油光水滑长的, 又飙肥体装十分帅气, 肯定不是普通的流浪狗。 虽然心里十分不舍, 但夫妻俩时不时就带着他出门转悠, 四处打听看谁家丢了狗, 结果一连半个月过去都杳无音讯。 大狗和一家三口的感情越来越好, 就在这时, 一位同乡的上门让李国前瞬间傻了眼。 这狗可不是什么流浪狗, 而是有功劳在身的英雄犬。 突然上门拜访的男子姓甲, 前不久他也曾捡到一只走失的大黄狗, 一问才知道竟然是捉舟就原队的搜救犬。 走失的两只狗, 一只叫丝线一只叫班克, 李国前捡到的这只正是班克, 听到这夫妻俩心里的谜团终于解开, 它是叹性的一叫自家的大黑犬立马扑上来, 显得异常兴奋。 两只搜救犬原本跟着搜救队到山里参加演习, 谁曾想返程的路上突然发生车祸, 整车人受伤严重昏迷不醒, 两只搜救犬也消失不见, 救援队心急如焚四处寻找, 幸好两只小家伙都遇上了好心人, 收到消息赶来的搜救队队长 对李国前一家的好心救助表示感谢, 一家三口和影刘念后和班克挥手告别, 都留下了不舍的眼泪, 重新归队的班克继续在搜救岗位上发光发热。 挂在大鱼全网争稿了,